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请收看 生命讲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87年 88年那时候我在美国流浪的时候 我流浪到了纽约东出禅寺 然后我就遇到了我的师父圣言法师 那从那时候开始跟他学 因此呢这个一路走过来 我应该说是佛法让我整个生命有一个不同的改观 然后呢我也在佛法当中找到安身立命的方向 因此呢我在这边跟各位分享的虽然是佛法的观念 但我想跟我的世间经济的那个背景可以把它 世间经济那个背景可以把它忘掉了 因为我这边跟各位分享就是我一路走过来 我自己呢看到我呢这个体会到的一些的佛法的观念 那今天开始讲之前我想要请各位 如果是可以你想做笔记等一下你就自己做笔记 今天跟各位一起分享的就是 这个大纲呢虽然说从生活中看自己 可是呢自己这是一个 从小到到每一个都把我挂在嘴上 那很多时候呢总是把我怎么了 我怎么了我要怎么样 我呢绝对什么事情好怎么样是最好 把这些东西放到自己的这个心里头 然后拿这些我的观念来跟生活上 很多事情来做对应了 那呢到底什么叫做我 或者什么叫做自己 我不知道在座哪一位可以清清楚楚来 讲出来说我是什么东西 什么是我 独一无二的 可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我 会让我们活得很快乐吗 不会那怎么办呢 这是一个对不对 我们可以这样讲 我们从小就把我 从我们开始懂事以来 一直把我挂在嘴上放在心里头 你看那个小孩子跟妈妈这边耍赖的时候 我要怎么样我要吃什么了 从小就开始被那个我呢 这个在那边跟环境在那边对应了 所以呢 我今天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的这个答案 第一个 如果要认清我 我们应该回到生活 生命 生死 整体来看我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怎么样来认清这个我 然后从世间的对我的一些的看法 然后再来到佛法 是怎么样来看我的 所以我这个问题说 生活上看我 我们不能只是说从生活上看 应该是把我们的生活 生命 还有生死问题整体来看 然后再重新来看 那在这个生活生命跟生死 在这整个一个大的一个格局底下 我怎么样来活 能够平安 能够快乐 也能够自己平安 也给别人平安 那这是呢 我一开始 要先跟各位一起来分享 所以我从这点开始 我们的生活 生命跟生死 然后接下来谈认清自我 怎么样来重新看清楚 在生活当中这个我是怎么一回事 认清自我之后 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消融自我 你能看到到我 那呢 看到我很多时候 那种我跟环境 在那边过不去的时候 那怎么办 或者呢 我们很多时候都说 我想要平安 我想要快乐 可是呢 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本来是要让自己平安快乐的 最后却是 让自己很不平安 很不快乐 对不对 那怎么办 那很简单吧 我放小一点 我越小 我们的烦恼就会越小 那把我完全放下 生命当中的那些苦恼境界 对立境界就不见了 所以要来跟各位谈的是 如何消融 我们观念上 这个至于那个消融的方法 我相信后面很多课程 还会跟各位做介绍 我只是当作炮砖雨衣 来跟各位做说明 那了解自我 能够消融自我之后 还要回到现在来过生活 那怎么办 在生活当中 想办法来提升自我吧 我们怎么样 让我们的人品能够提升 让我们要改变一个生命态度 来过火 所以这个整个串起来 就是说从生命的一个反省 到来看清自己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用办法 或者用观念 用方法来消融自我 来提升自我 那就是佛华讲的 最后就是要做到什么 自理他 自己平安快乐 也能够别人平安快乐 自己能够提升 那整体环境也要能够提升 好 所以我们先来看 我生命与生死 在这个地方 我想先用几个事情 来跟各位一起来 让各位想一想 看一看 你们昨天晚上都住在这里吗 几个人住一个房间 一个人 六个人 请问半夜 有没有被憨声 震醒的 不好意思讲 对不对 不用讲 你可以看到 我要问的就是说 类似这样一个 共同生活的环境当中 当你半夜 被人家的憨声 吵醒的时候 我请你回顾一下 或者半夜 醒过来你 当然可能还继续睡 那没有关系 不管你被憨声吵醒之后 是怎么样 请你回顾一下 那时候你的心里头 是怎么样想 这个人很讨厌 自己睡那么样子 憨声那么吵我的 然后就很想过去 我会跟他推一推 推一推 等一下他会继续打汗 那怎么办 把被子枕头拿到座篮去睡吧 我想不是的 所以我们看到是 生命当中有一些 像汉症 这个是一个事情 让我们心里头不舒服 或者我们想要睡觉 跟我们的愿 有点为腻的时候 我们通常是怎么反应的 再来各位 你们这里都有小菩萨 在座有一些年纪比较大 有一些年纪比较轻 如果不是小菩萨 那就是你们的学生好了 考试券发下来 成绩不及格 如果你是妈妈 你是爸爸 你会怎么反应 大小菩萨 然后拿个棍子出来 台湾话讲的 滴肌擦什么 顺心擦肉 是这样子吗 那骂完 打完之后 事情真的就有改观吗 或者我们会用什么方式 来面对这种情境 这是另外一个 还有呢 我们知道 很多人没有结婚的时候 想要结婚 结婚之后 两个不同的生活背景的人 生活在同一个屋檐底下 你就可以看到 有很多东西 是要彼此互相调整学习的 那我看过 很好玩的一个事情是什么 一个家庭总是 用一条牙膏嘛 对不对 你们家有两个夫妻 各自用一条牙膏吗 有啦 当然有啦 不是说没有啦 因为每个人口味不一样 那是另外一种 可是你的家里头 共用一条牙膏 我就看到这种情况了 有一个人就习惯 从中间就挤 有一个人说 我要从尾巴挤上挤 挤完再慢慢往前挤 光是挤牙膏 这个事情就可以是 夫妻吵架的来源 你可以看到 小小的事情 两个人在同一个屋檐底下生活 会有很多所谓的 生活习惯的不一样 或者生活形态不一样 所造成的彼此互相的干扰 那面对这些问题 每天都在发生 怎么办 我还有一个朋友 他的先生每天下班之后 回到家就沙发上一坐 坐下来之后就把袜子脱了 脱了之后 放哪里 不只丢地上 他是放到那个茶几底下去 然后他每次看到就帮他剪 剪一次就跟他练一次 剪两次就练两次 练久了先生也不耐烦 我等一下就拿去丢 你为什么老是把我上纠察队长 对我这样讲话 那你可以看到 这些不同的生活习惯 这些小的事情当中 就会有很多的一个所谓的纷争 那有摩擦 那对这些事情是怎么一个样子 再来各位都在学校当老师 难免都有学校那些班级竞赛 假设北班是拿优等 你的班拿不到优等 你是导师 心情安哪 面子不好挂对不对 我还听过 有一个朋友他是当老师的 他小孩子刚好还在同一个学校 结果每一次一到学校考试的时候 心来的 打个一球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孩子在学校 然后成绩不好 其他老师会讲话 所以变成小孩子的考试 是他的心理压力的来源之一 那生活上这么多的事情 我们怎么会面对的 还有呢 有些时候我会去承担 班外的时候 我会承担运动员走路 我是注意到一个现象 你们有没有去运动员走路的时候 很多人在那边走路 他们是怎么样走的 他们一定是 很多人是同一个方向在走 那我要问了 你去走的时候 你也是跟他们同一个方向走呢 还是你会觉得 我会觉得不同的方向来走 我觉得这样子我比较快乐 你会碰到这种情况 你是跟他们一起走 同样方向走 OK 好了 从这一点我再问各位一个问题 生活上很多的事情 大家都那样做的时候 你是选择跟他们都那样做呢 还是你觉得那样做没有道理 我应该从不同角度来做 那你要从不同角度来做 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了 我举那个叉的那个 那个走的那个 你不同角度来走 你走两步路就碰到一个跟你不一样 就瞪你一眼 看你一眼 那你可以忍耐这样子吗 是什么样的力量 什么样的动机 你觉得那是对的 你还可以走得下去 生命当中我们有很多这种情境 当你觉得别人做得可能不太好 我想要做得不 这个从不同角度来做的时候 那我们这样做的背后的理由在哪里 我这样做还要面对这些不同的压力 还要面对自我的冲突 我们怎么去面对这种情境 还让自己可以觉得我这样做是OK的 所以最后我要问各位的一句话 就是说面对这些生活当中的这些事情 假设我们都是我们生活相关的 那我们的反应都是怎么反应的 那在这反应当中我们快乐吗 旁边的人快乐吗 举个刚刚讲那个小菩萨考试考不好的 就是孙希叉霸西 请问自己快乐 别人快乐吗 那如果都不快乐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这样做 我们来面对生命当中这些事件 我们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 好 那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呢 我要再问各位一个问题 我们每天这个我 都是靠着很多东西来认自己 觉得活下去是很有意义的 比如说我是什么什么什么 我是用了这些事件的很多东西来肯定生命的存在的意义 那呢 我还要问各位一个问题 如果把名弦把抬头拿掉 某某老师不是了 就是某某某 那呢 我们靠着他来彰显我们自己的存在的意义的那些东西把它拿掉了 我们会怎么样 不只把这个名弦拿掉 把身上穿的名牌全部都拿掉 很多人喜欢穿名牌是因为我穿得起你们穿不起 我比你们这个优秀一点吧 觉得是有钱一点吧 有些人是这样来穿的啦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把这些呢 让自己觉得活得跟别人不一样 这些比较优秀的这些东西拿掉 还有呢 把身上的珠宝所持也拿掉了 最后呢 你发现银行里面也没有钱了 连最亲爱的人也不见了 请问 当这些东西都没有的时候 我会怎么样 我可以肯定 我可以肯定 我这样活着的意义 我如果还继续活下去 活下去的意义在哪里 我的生命的价值在哪里 也就是说 我们很多时候要认清自我 我们必须要把这些世间的 别人认为很了不起的东西 把它放下 完全来回到一个最原始的状态 来看看我到底是什么 只有在这个时候 才能够清清楚楚看到我是什么 这个时候也比较容易看清楚 我正在做什么 我的烦恼在哪里 我的所有生命的不安从哪里来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人活着 我请问各位 有没有人说我活着 我不要平安 不要幸福 不要快乐的 应该没有了 对不对 我们可以再来讲就是说 平安 幸福 快乐 这是所谓的普世的价值 不管什么时间 不管什么地方 人活的都希望活得平安 活得幸福 活得快乐 可是 追求幸福 就有幸福吗 我们都说 很多时候鼓励人家 你要追求幸福 要努力追求幸福 追求幸福就有幸福吗 追求幸福就能够幸福吗 我今天好像都会跟人家这样讲 你在追求幸福的时候 你已经就已经很不幸福了 想不相信 幸福不是追来的 幸福是一种什么 心量 是一种心态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培养一种生命的态度 可以让我们在这些不同的环境底下 我们都能够感到平安幸福 这个才是一种生命的态度 所以幸福不是追来的 那努力追幸福 我们知道追不到 当然是觉得不幸福了 可是我要问的是 追到了就幸福吗 各位有没有看到有一些人 他每一年都给自己定目标 今年我们目标要这样子 然后我明年的目标 要比这个还要超越 那那个目标达不到 当然不太愉快 可是目标达到了 就很愉快吗 目标达到了之后 可能是短暂的愉快 可是接下来是什么 空虚 为什么 他突然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怎么活 或者我怎么样继续把这种感觉 把它保持下去 所以人活的都要平安都要幸福 可是不安不幸福的问题不在于环境 不在于周围的人 当然有些时候环境不太好 周围的人也不是很友善 可是根本的问题在哪里 在我了 我面对生活环境的时候 我可能有些想法看法出现的问题 让我没有办法能够平安的活下去了 或者有些时候虽然眼前有幸福 可是因为我的心老是还在追其他东西 台湾外有一句话讲 我旁边吃我来看我 是不是这样子 各位吃我来看我 你的心能够享受你现在所拥有的东西吗 没有办法 所以就算你拥有 你的心一直在往外追 你眼前就算有幸福也无法享受了 所以问题在于我 问题在于我们的心 不在于我们拥有多少 或不在于环境是怎么样 生命当中很多的瓶颈 都是我所造成的问题的 生命当中的不平安不幸福 也是我所造成的问题的 所以学佛要希望能够在 这个生活当中能够平安 应该回来好好的看清我是什么 不要再被我骗了 不要再被我的想法看法把自己困死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从幸福 活着要幸福 谈到什么 人活的就是一种生命的存在 我刚刚一开始跟各位分享的 我们谈这个认清自我 要从回来我的生活 生命跟生死来看 那我们来看的是要从我的存在 这个事情来看 那生活什么叫生活 是人的一个生存活动 我们每天为了能够活下去 我们的所有生存的活动 那这些生存活动是什么 这是维持生命的活动的一种现象 每天那么努力的想要活下去 那就是这种生活的活动 要维持生命的活动 那这些我们再各位想一下 在做这些维持生命活动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些 跟外面环境的接触 对不对 那请问我们跟环境接触互动的时候 一般是怎么样的一个互动 第一个是我想要什么 外面环境是怎么样 我尽可能的 我希望从环境里面得到我所要的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你碰到很好的环境 很好的周围的因缘 因此我想要的东西就很容易达到 所以我们就觉得快乐 那另外一个环境不太理想 你要很辛苦才能够维持 得到你要的东西 你就觉得不太平安 不太幸福 这是一种可能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是什么 环境不太平安 不太理想 你可能回来想 我自己努力一点 我想办法克服 可是还有时候是怎么样 是环境不理想 这东西我得不到 那我千方百计要把它得到 所以我们就看到 生活在维持生命的活动的过程当中 我们已经在造业了 你为了要生活 你一定要有一些东西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维持生活当中我们已经在造业 那造业是什么 我们很多时候起了好的念头 造的就是三业吧 那起了不好的念头是怎么样 就是恶业 那很多时候人呢 我们人基本上是一个 我们是三恶交杂了 碰到好人 碰到好事 我们就会做点 好事多做一点 那碰到不好的人 碰到不好的环境 可能就会做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所以人活着在这边 在活动的时候已经在造业 我们一定要认清这一点 所以在生活当中 我们希望平安幸福 我们要认清 我们每天都在造业 好 所以生活本身本来就在造业 那什么叫做业 在佛话来讲 就是身口意的行为 那身口意的行为是怎么样来的 你要讲一句话 你是话就蹦就出来吗 一定是心里头 练头先动 才有你的嘴巴的话讲出来 或者练头先动了 才有我们身体的行为出来 不该拿的东西 看到了好喜欢 喜欢是一个练头 然后这个喜欢的练头 后面就是一些 去把那个东西想办法 把它拿回来的一些行为 所以义恋先动 身口随之 所以每天生活当中 我们可能在造三业 可能在造二业 那造三业 我们就得到快乐多一点 这叫享福 那造二业可能就会 这个叫做什么 烦恼多 烦恼就多一点 烦恼多是所谓什么 叫做苦暴 所以人每天生活当中 人在这个世界每天都在造三造二 那造三造二是因为我们 我跟环境的一个互动当下 对于我想要什么 我喜欢什么的一种贪爱 然后对外面环境的 一种的这个追求 这个追逐 所以造了很多的善跟恶 好 到这里为止 没有问题 好 所以回到生活上来看 我们每天生活上 已经在造业 这个是我们来学佛 应该要接受的 接下来生活是每一天的 维持生命的活动 那什么叫生命 生命是我们活的时候 所呈现的这种生活的动态 我这边跟各位要特别强调 这所谓的生活的动态是什么 是人活着的时候 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空间当中的活动 所产生出来这些现象的集合了 OK 各位你们小时候 跟这个现在住的地方一样吗 不一样 对不对 那你小时候的那个空间 跟现在的空间一样吗 不一样 那你可以看到从小到大 我们说这是我们生命的过程 可是我们这个生命过程当中 我们有很多的生活的活动 在不同的时间 在不同的空间 在活动的集合 显现出来 就是我们这一生的生命 这样讲可以了解 可以接受吗 好 那我们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有些事情是顺的 有些事情是不太顺的 顺的原因是可能 我们因缘比较具足的时候 一切比较如意 我们说享福 福报多一点 那有些事情不太顺是什么 是所谓的罪报 所以我们心里头 这个一个恶恋 或者我们过去身心 所带来的这些恶业 早敢来的这些罪报 所以人在活的时候 一方面已经在造业 在造业的时候 同时也在受报 这一句话各位听清楚了 人活的时候 生活过程当中 我们已经在造业了 可是生命本身 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在受报 受了报 有一些是我们过去 累生累劫带来的 更多的是 我们现在当下的身心行为 把我们过去的业因 遭感出来 跟现在环境所感应 而得到了报 所以现在受报 可能有福报 可能有所谓的苦报 好 那所以人为什么有 这个生命的事实 人为什么会来这个地方 受这些生命的 这样一个报应 那是因为过去造了 种种的善业跟恶业 那现在就受福报 或苦报 过去造善多 我们这一生当中的福报 就多一点 过去造的善不够多 这一生的福报就少一点 那所以这个 佛为这个所加长者 说《夜报差别经》里面讲了 人的生命这一切 就是要做自作自受 意思是什么 一切众生因为业力的关系 一子一业 随至业转 因为这样因缘 有上中下差别不同 我们把这个话用白话一点的 来跟各位讲 你们家有几个兄弟姐妹 一个 两个 两个兄弟姐妹 三个甚至更多 年纪高 年纪大一点 大概那个年代生的比较多 三五个 对不对 现在大概一个 或者顶多两个 那我要问了 同样的兄弟姐妹 同样的父母养的 吃同一锅饭长大的 请问你们的兄弟姐妹 身高高矮一样吗 身体健康程度都一样吗 那这个 开始出去工作之后 每个人的遭遇 生命的遭遇都一样吗 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了 人到这个时间来 尽管一开始 我们在同一个家庭长大 可是我们每一个人的 生命的面貌都会不一样 不一样 这是因为我们过去 各自所造的善恶业 早赶而来的一个报生 所以生命本身就是在受报 生活当中又继续在造业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受报的当下又在造业 那呢 造业又有一些时候 碰到好的境界就造的善多一点 碰到不好的境界 善就造的少一点 可能还造了一些恶业 那要平安怎么办 要平安是不是应该 多造善业 少造恶业 是不是这样子 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 多造善业 少造恶业呢 那呢 能够让现在平安一点 那也能够让未来 也能够平安幸福一点 那我们又注意到了 生命过程当中 人在这个世界虽然受报 可是呢 生命过程当中 我们呢 经常会遭遇到 很多的这个抉择点 面对生命的一个选择的时候 通常是决定我们呢 接下来生命的面貌会是什么样子 然后再下去一段期间 我们的生命的一个会是什么情况的 所以呢 在生命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很多时候会被迫做出选择了 不管你喜不喜欢 你还是要做选择 比如说这个 整个经济大环境不好 你工作的地方 我们是老师当然不会的 可是我知道最近台湾少子化的问题 出现了什么情况 中小学开始在减班 对不对 减班还不是问题的 大学呢 你们可以知道在未来几年 大概呢 可能有人预测了 那个现在在末段的那些很多大学会关门 为什么关门 找不到学生 那你可以看到 本来好不容易读到一个博士 然后在学校找到一个工作的职位 可是呢 因为大环境的改变 没有 工作机会没有了 所以你被迫你要继续 想办法到别的地方去找工作呢 还是呢 转换跑道 不要再继续 不做教书的工作 或者呢 那些学校 是要用不同方式进行下去呢 还是要转型 有人开玩笑说 去当这个转型开养老宴去吧 因为少子化的结果就是 老人越来越多嘛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就看到呢 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当中 会被迫面对选择 可是面对选择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 不管你喜不喜欢 总是要选择吧 那面对选择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 仍然有希望 各个无把握 我们呢 通常面对选择的时候 最常担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我这个选择是不是正确的 然后呢 这个我这样选择之后 以后我不晓得会不会后悔 如果在面对选择的时候 然后我们有这些想法 请问做的选择会是什么样的选择 搅出你又撞倒了 然后呢 一直伸出去又拉回来 时间已经过去 到最后你没得选择的时候 你只好被迫去做 只能够选的东西了 你原来很多选择就没有了 第二个你选择的时候 还在担心未来会怎么样 那呢 你的选择又来担心 我这样选择会不会 已经选了还在后悔 那就算选了也不快乐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生命当中面对这些选择 不管你喜不喜欢都要面对选择 那面对选择的时候 用什么态度 我们要问的是 你要用什么态度 可以让自己平安一点 快乐一点 不要选了也好 或者没有选的 我们都能够在当下选了之后 可以继续的平安的往前走 那这是我们要问的 另外一个问题 然后生命当中 通常我不晓得各位从小到大 会不会有这些的困惑了 生命当中也很多的困惑 开始工作之后 为什么怀起来不遇 别人那么有钱 我一生好像过得去 可是这个复募起来 虽然还不至于 我们继续要当老师的 大概不至于 穷苦潦倒 所以人一生 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 然后有些人 不管再怎么样努力 好像我怎么样努力 也追不上别人 那样轻松愉快的 就达到那个目的 我昨天还听到一个 有朋友跟我分享一个事情 他说 有某某县市的校长在征选 然后其中有几位是 进到最后那个最终列的人 有一个人说我百分之百 我会到那个第一志愿的学校去 那个学校是很好的学校 还有另外一个人说 我有大概有百分之九十九 可以进到那个学校去当校长 结果最后名单揭晓 是百分之九一百的人没有去 百分之九十的人没有去 是一个点点三我公拨人 最后到那个学校去当校长 你可以看到这么努力经营的人 他没有达到他想要的那样子的目的 这个时候假设那个是我们自己 我们会怎么讲 我这么努力 为什么这么不如意 这个是我们可能会思考的 还有很多人的一生当中 除了工作事业之外 很多人会遭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 情路坎坷 这是很多人都会遭遇到了 那为什么情路会这么坎坷 这个问题当然是 还有很多不同的面向的思考了 那这个问题通常是人 一生当中会遭遇到会碰到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人生的路会越走越窄 为什么到最后连累 其他选项都没有 还有呢 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前途无量 也就是生命当中 我怎么能够一路顺遂呢 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 所以基本上的问题 面对生命困惑的时候 我们会问一个问题 我该怎么办 那面对这种情况 面对选择 面对生命的困惑 我该怎么办 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问题 所有的生命的快乐不快乐 里面都有我 所有生命的这些境遇 里面都有我的选择 或者我的不选择 还有呢 对于那个选择的结果 都有这个喜欢不喜欢 快乐不快乐 那如果一生都要这样经历这么多的 那我们等于是 很多事人是不断在重复吧 只是换了场景 主角不换 心态不换 那生命能够因为我们转换了跑道 就能够平安吗 我想是不会了 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回来 从最根本的问题是我怎么了 不是问我怎么办 而是问说我怎么了 我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根本的问题 一次把它理清 所以要这边第一单元跟各位分享就是 我们要整体来看我的生活 我的生命 我的生死 从这个地方整体来看 从那当中来找出一个 我们能够重新作为生命定位的一个方向 一个看法还有一个方向 好 这个地方各位看到 这个从这个生死这一段来讲 生是某一个时间点我们出现的 在这个时间出现的 我们称之下叫做生 可是我们也预期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 我们会死 那这叫生死 对不对 那生死的过程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生命 生死的过程当中 这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 是这个我在这个世间的活动 OK 这没问题了 生命过程 我们的活动过程 我们的生活的过程 就过成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 基本上它就从生到死的 这一段期间的 时间空间的活动的一些危机 好 那如果是这样 我们要请问的 从生到死 是一条直线吗 生到死 生命的过程不应该是一条直线 也不会是一条直线 为什么 我们既然面对很多的选择 我们既然经常随着环境的好或不好 我们会做很多不同的行为 所以好的事情不会一直好下去 坏的事情也不会一直坏下去 我们都一直在面对改变 然后面对改变的时候做了很多选择 因此我们生命之后的路 就像这样子 曲曲折折的 很多时候往前走又会往回到 到了之后 又会想办法继续往前走 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这里看起来 世间是以我为中心 可是我在活的时候 周围还有很多其他人 是很多的他 我这边只列着一个 可是这个他当中 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的他 那我们面对这些选择的时候 生命面对这些关卡的时候 我们会问说 我的选择对吗 刚刚讲 那我们面对生命关卡的选择 会影响我们接下来生命的面貌 再来我们选择之后 我们又会有很多的疑惑 比如说在这条路上 我们碰到了这个人 世界那么多人 为什么我只碰到那个人 我不会碰到另外一个人 那为什么这个人 会是让我很不愉快 或者有些人说是我的贵人 让我很愉快的 那为什么其他人我都碰不到呢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再来 除了这个所谓的生命过程 这些问题之后 我们可能很多人会问另外一个 很大的一个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 生从何来 死往何去 人真的就只有这么一生吗 那如果对某些人来讲 我这一生可能活得不太愉快 所以我把我的生命寄托在未来 我要到 我还有来生 那我如果要来生 那我希望到快乐的地方去 到天国去吧 请问到天国去之后 就什么事情都OK 就没有问题了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你认为生命只有现在这一生 我们叫做什么 就只有这一段的话 我们说这叫做只有一生的想法 如果人认为生命只有一生 通常人会做什么样的反应 生命苦短 及时行乐 听过这句话吗 生命苦短 及时行乐 所以你如果这样讲 你就当下 我反正我快乐就好了 我其他事情我不管 那你就会看到 那个造的善 造的恶 可能就会很大很重 为什么 我只有现在 我现在能够快乐 我就多做一点 那另外有 这是一世 另外这个二世就是说 我希望还有来世 所以我这一生所有的努力 都是为了来生来做准备的 这叫二世论吧 当然如果二世论 跟一世论来看 有什么样的差别 一世论人是只要及时行乐 二世论人把所有一切的 这个生命当中的不如意 都可以 因为有未来有个希望 所以他觉得可以忍受 可是这一生 他所做的东西 都是在未来做准备 未来是一个不确定性 是一个未知数 那你能够保证你死了之后 就能够真的到天堂去 那如果到天堂 你觉得到天堂之后 就永远在那里 不会再掉下来 所以二世论也有问题 所以佛话里面讲的 叫三世论 佛话里面讲三世 过去 现在 未来 那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图这个地方 可以画这个虚线的那个部分 那是什么 这一生 对不对 那这一生之前有前生 那这一生之后有来生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箭头的尾端 是另外一生的开始 所以佛话来讲是 三世 前生 今世 来生 是不断的交替的 那这是佛话的 对于世间生命的一个看法 那这个部分 三世的部分 我等一下会再跟各位来做说明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今天这个第一个单元 跟各位来分享就是说 如果生命是这样子 生活是我们在这个 生跟死之间的这些所有活动 那如果你也可以接受三世的观念 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 现在不管我现在情况好不好 我怎么样能够平安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 我不只是现在平安 我希望未来也能够平安 那我们应该现在怎么样过火 才能够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单元 要谈说认识自己 或者看见自己之前 我想我们重新来看待生命是怎么一回事 生活是怎么一回事 生死的问题 那个是什么样的因素 会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受苦 那我们刚刚很简单的一个观念就是什么 人到这个地方来是在怎么样的 人到这个世间来是来受报的 那受报 你说过去生我做的事情我不知道了 可是虽然过去我们做的事也不知道 可是我们今天受报的报相 你应该可以知道 大概过去 善积的不够多 所以我们福不会很具足 可是我们又造了一些善 所以虽然福不太具足 可是我们还是有点福报的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生命基本上是在受报 也是在造业 那如果是在受报也在造业 那我们希望平安幸福 应该多造善业 当下应该多造善业 少造恶业 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生命的平安幸福 不只现在平安幸福 未来也才能够平安幸福 那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这样子 这是接下来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的部分 那第一个单元就到这个地方 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 我们应该要认清自我了 生命当中所有的问题都是我的问题 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这些困境 也是我的念头想法所造出来的行为 那我们人活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忙碌 每天都在忙 可是通常我们都忙到已经不晓得自己 为什么要这样生活了 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单元 要跟各位来分享的一个主要的关键是说 我们虽然人还是要活着 还是要想办法活下去 我们要练习什么 身忙心不忙 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子 我们心清楚的时候都造恶业的时候就会减少 很简单的一个观念 心清楚的时候这样做对不对 好不好 会不会让自己起烦恼 你很清清楚楚 心能够清楚 在这个生活当中 每天都在生活当中 心能够保住清楚 我们就造恶业的时候就少一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人活着都很忙 那请问各位 每天都在忙 忙些什么 人活着 不管你的工作职位是什么 人活着大概几个事情 第一个 追求成就感 你说我不要 我把事先名利什么都放下 我其他东西都放下 可是还是要追求 我活着是有意义的 这是一种成就感 对不对 还有更多的时候是什么 为家庭 为事业在忙 所以人忙的理由一大堆了 可是你问一个人 看到他好像是很忙碌的时候 你问他你在忙什么 他大概只会跟你讲两句话 好忙 好忙 可是在忙什么 讲不出来 就是为生活而忙碌 对不对 好 那为生活而忙碌 那我们都是怎么忙的 我们生活当中的忙 到底是怎么忙的 我们那么忙 我们很多时候会看到 努力想要活得很好 可是怎么样 越是努力却是越是倍感无力 为什么 我想要的东西 我再怎么样努力 好像都达不到 这是我刚刚讲的 追求幸福的过程当中 就已经是在制造不幸福的感觉了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人努力想要忙 希望活得好 很多时候不一定能够得到 另外一个是盼望的等不到 不想要的 却来的怎么敢也敢不走 好忙 忙到结果是这样子 然后赶不走的时候 更要想办法把他赶走 那就更忙了 好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 累累累累的 生活压力很大 忙忙忙又不知道 为谁忙碌 为谁忙 那如果是这样 请问生命还有什么意义 那如果碰到这种 如果是那样子 那最后我们就看到了 很多人 这个就可能要去看精神科医生了 还有他吃安眠药 该睡觉的时候睡不着 该工作的时候却想睡觉 是不是这样子 这就是很麻烦的事了 忙忙忙忙到这个样子 那到底为什么 还要这样继续忙下去 那烦恼很重 想放放不下 烦恼想要叫他放下放不下 眼前的工作 眼前的生活要去面对 想要努力去面对 想提又提不起 放不下又提不起 那就变成怎么样 行尸走肉的样子 每一天你就看到 像一头被惹怒的狮子 任了一点小事情 就会让他发怒了 那更多的时候 我们是这样子 我这个地方用这句话做结论 也是呢 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个观点是 人很多时候都很忙 我们看到呢 有事的时候忙 没事的时候也很忙 相不相信 那请问你都这么忙 那你在哪里啊 每天就这么忙 我到底是什么东西 看得清楚吗 一定看不清楚 所以要认清自我 如果连自己为什么在忙 你忙的时候心不清不楚 那一定是看不到自己的了 所以先跟各位来分享的是 有事的时候真的很忙 怎么忙 什么叫有事 各位 先把这个观念先分 先这个彼此 把它分享一下 把它理清一下 什么叫有事 有 trouble 没有错 有事用这个比较 trouble是英文 我们用中文来讲叫做 有烦恼的时候 或者你心里头想要追什么东西 一直在追的时候 或者心里头想要放不下的时候 叫有事 有事的时候忙不忙 当然很忙 你的心被那个东西站住了 好 那有事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有事为什么会有事 我们要讲有事为什么会有事 这几句话 如果要敲请你敲一下 想一想 有事的原因是以患为真 指我为实 把这些现象 现起的这些现象 患有的现象 把它当作真实的 那面对这些现象的时候 是我在面对这些现象 所以把这个我也当作真实 所以把我当作真实 把外面环境也当作真实 然后呢 对那个现象 对那个环境 这个产生了贪爱 或者是分别心 有贪爱心 有分别心 就会有什么 有取舍的一个行为 要或不要 所以叫做爱见为本 然后对着那个境界 产生了很多的想法 圆境发心 对那个境界产生很多的想法 那你什么想法 喜欢的会怎么样 这个东西我好喜欢 我很喜欢 我想办法把它变成我自己的 因为我是真的 来彰显我生命的存在的感觉 让我觉得生命活得更有意义 那如果是不喜欢的呢 比较消极一点 我逃离它远一点点吧 不要让它沾染到我 或者呢 这个更强一点是 我想要把你消灭掉吧 让你不要来干扰我的生活吧 所以你就看到呢 爱见为本 对那个事情产生了贪爱 产生了想法看法 以这个贪爱 还有呢 自己的 对这个境界的想法看法呢 产生了后面很多的念头 那这些念头呢 心就贪负在这个念头了 所以境界变的时候 你神也跟着他变 那请问我们生活当中 外面的境界多不多 外面境界很多 可是外面境界一转的时候 我们心里的念头 只有一个念头起来吗 各位想一想 回顾一下 有人说你很漂亮 你会怎么样 第一个念头很高兴 对不对 那很高兴之后呢 这个人好人 我以后对他多好一点 你看一个念头 生了几个念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圆境发心 助心一静之后 你忙不忙 好忙喔 一个念头起来 我们刚刚讲 心动 身口就跟着动 所以心动之后 你的身体 你的嘴巴就动 那身体嘴巴动 又跟环境又反射回来 你可以看到来回来回来回 忙不忙 忙 所以有事的时候忙不忙 很忙 那有事为什么会有事 因为你把境界当作真的 把我也当作真的 有我在受真的境界 有真实的我在受真实的境界 又对那个境界产生贪爱分别 是不是这样子 那产生贪爱分别 又生成了一个心 那个心又产生后续的观念行为 那你看到跟环境的互动 就来来去去 没完没了 所以真的好忙喔 有事的时候很忙 可是有事的根本原因就是什么 看不清楚世间 看不清楚自己 简单来讲 好 所以依爱发心 对那个境界产生贪爱 这个境界的贪爱是自我中心的贪爱 对境界的贪爱 那产生什么心 我们叫攀缘心 依静发心 所以攀缘心就会造什么 我们刚刚前面讲 生活当中本性就在造业 造业就是造烦恼业 造生死业 为什么 境界看不清楚 对那个事情看不清楚 所以你会造烦恼业 造生死业 那烦恼业生死业 你又看到了 这个事情本来已经快要过去了 那个事情为什么会出现 是因为我们贪爱 所以才有那个烦恼 那个贪爱的烦恼 我们烦恼起来就像什么 那个火 那个火的柱 那个火焰起来的 那个火焰快要灭的时候 你又给它添油 那添油的那个动力从哪里来 我们对境界的贪爱 所以我这边讲的 贪爱由冠生死住 所以我们就烦恼 就一直在烦恼里面转 好 所以有事的时候是这个样子 可以了解 我们很多时候 或多或少都在有事的状态 不管是有事是轻或重 人就是在生活当中 对人而境界生出贪爱心 然后贪爱的根本就在于 看不清楚自己 看不清楚世间 被自己骗了 被感觉骗了 简单讲 我们的有事是因为被自己骗了 被感觉骗了 然后就在那里面好忙 忙到最后死的时候 怎么死都还不知道 很多时候我们那是有事 那没事的时候忙不忙 各位你们今天早上用过早灾 回到疗房休息的时候 你们都在做什么 聊天 这是一个 那假设你现在 因为我这几年 有的时候出去在机场 在任何供应场的时候 看到一个现象 不管在国内在国外都看到一个现象 什么东西 你们都很清楚 你说在那边等车的时候 有没有事情好让他烦恼 好像没有 对不对 那为什么要那么忙 那时候是有事还没事 那时候本来是没事 可是没事 你在别人滑的时候就有事了 为什么 会起一些烦恼 所以现在人真的好忙 怎么样忙 没事也在忙 让各位看一下 这是什么 捷引车厢 坐车的时候 本来就没事 可是你看他们都在做什么 滑手机 还有这个走路在做什么 坐车滑手机 走路也在滑手机 还有不止国内这样 这是什么 洋妞也是走路在滑手机 我说不管中外都是一样 还有好不容易把朋友聚在一起 我看到这个事 我是觉得很那个 然后我们来一起吃个 吃个饭 各位他们在吃饭吗 吃饭的时候也好忙哦 不止滑手机 吃饭之前还要怎么样 还要拍照 上传到Facebook 然后等一下吃到一半 当 怎么样 有烂进来的 或者是有烂进来 有一句话讲 这个文汉人最讨厌的是什么 以毒不回 对不对 以毒不回过来晚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吃饭吃到一半 听到当然声音要赶快看一下 赶快回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好忙哦 对不对 吃饭的时候不能专心吃饭 然后好不容易把朋友交到一起 本来是要交心的时候 结果又是这样子 那我看到不只国内国外 这是什么 小孩子吵的时候 丢个平板给他 丢个手机给他 让他不吵 连小孩子就开始训练让他这样子 好吧 好不容易 两个人可以下班回家了 应该是没事的时候 可是两个人回到家 看起来两个人在一起 好像很亲近 可是你看两个人 有没有很疏远 所以我说 这个平板跟手机改变 我们现在人的生活 就是一句话叫做 亲密的疏离 亲密的疏离 疏离的不是人跟人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 疏离的是什么 人跟自己相处的机会 如果一个人 跟自己相处的时候 都看不到自己 你可以看到 每天都在忙 都在忙 那你面对生活当中 你必要做决定的时候 请问你那做决定的出发点 那一练起来 那个练头通常是什么 我们叫做习性 你习惯上怎么样反应 你当下有什么的境界 这个有什么东西 打断你这么忙的状况的时候 你第一个反应就是 按照你过去的习气 那习气 通常所谓的习气 是好的还是不好 对有修行人习气 当然是好的嘛 可是一棵树本来就长歪了 碰到什么事情 你有可能拉回来吗 不可能 所以很多时候 当人这么忙的时候 要看到自己 要认真自己 是非常难 非常难的 所以人是忙到什么样 这么忙 是忙到不知我是什么 有事的时候忙 没事也很忙 忙到不知道我是什么 各位再让你们看到 这是纽约的一个特殊的情况 在台湾还没有了 各位看到这是什么 这不是溜人 你看到那个 我们知道导盲犬是 拉着他的绳子过马路 这个是什么 这是拉着有义工 对那些低头滑手机的人 把他腰上扣一个带子 把他带过马路 避免被车撞了 你看吃饭睡觉走路都这个样子 这个人怎么会有可能 有可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我这一夜讲我们就休息 不占大家时间了 所以我要跟这边下课之前 这几句话请各位要记住了 忙就是这个字 中国文造字非常有趣 忙是什么 是心没有了 如果心没有了会怎么样 看不见自己 认不清世间 是不是这样子 每天都这么忙 一定是看不清楚自己 认不清世间 那如果是这样怎么样 你碰到境界线前的时候 一定是烦恼难安 有福难想 所以在这样每天这么忙的人 你可以看到什么 心动 很多时候你对的环境会心动 心动的时候你会产生行动 外面环境给你 我们说人是随着环境在变 在生活当中随着环境在变 所以心动会有行动 请问你的心动那一链是这个理性的这种抉择的成分都还是所谓的盲目的习性的影响的比较大 一定是盲目的那种习性 所以要平安要幸福 这样子有可能平安幸福吗 我们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了 所以这个地方做简单的 这个三个字做这个单元的一个这个终点的一个简单的小节了 所以人很忙的时候就忙掉了 忙掉的时候对生命对这个世间就会茫然不知 看不到自己看不清世间 然后如果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活 你说能够活得平安快乐吗 不可能了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我们停一下下一个单元核心的这个东西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 那现在就到这个地方 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好 感谢熊儿教授 认识台湾救狗协会及救狗园区 基于众生平等慈悲相待之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 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 十七面遭扑杀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 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令安置近三百只狗孩 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八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千只的狗孩 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已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 皆能护爱共存 消弭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发不离心的人 看到各种众生 同于母胎都要受很大的苦 当母亲被杀死 孩子同时也会被杀死 把所有众生当作是我们的眷属 发愿希望自己能找成佛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